欧冠联赛最新动态简报 1.本周欧冠联赛精彩分成 1.本周2.皇家马德里将在主场迎战AC米兰 这是两只欧冠历史最成功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皇马目前排名第12位 AC米兰排名第25位 双方都需要通过本场比赛来提升积分排名 2.利物浦将主场迎战拜仁勒沃库森 两队目前都有6分 谁能率先拿到10分并确保晋级淘汰赛呢 曼城也有机会在客场战胜 Sporting与斯本获得10分 三英超球队目前表现出色 四支球队均未尝败继 攻防俱佳 阿森纳将前往意大利挑战国际米兰 曼城则要应对一支状态火热的球队 四法甲球队也有不错的表现 摩纳哥和布雷斯特目前排名第4和第5 黎尔也在前半段表现不俗 2.教练变动引人关注 一本场比赛中 即将加盟曼联的体育里斯本主帅阿莫林将迎战曼城 这是他执教体育里斯本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 2.利物浦曾邀请前球员 这场就基本确保进入前8名 从而直接晋级淘汰赛 3.英超四支球队目前表现出色 积分和竞胜球均领先其他联赛 这可能会为英超赢得第5个欧冠名额 综上所述 本周欧冠联赛精彩分成 教练变动引人关注 积分形式也值得关注 英超球队目前主导着欧冠赛场 而法甲也有一些意外之喜 接下来的比赛将决定各支球队的晋级命运 2024年11月6日 Premiere League简报 伊曼联中场球员菲尔南德斯近期表现出色 值得短期关注 在泛尼斯特尔罗伊指教下 菲尔南德斯在最近两个主场比赛中均有进球或助攻 且在大机会参与术、射门术等指标上 也领先于同期其他顶级中场球员 预计在接下来对阵莱斯特城 伊普斯维奇和埃弗顿的三场相对简单的比赛中 他仍将是曼联进攻端的重要依托 2.英超联赛转播权的最新分配情况 BBC和Talk SPORT获得未来四个赛季 2025、26至2028、-29赛季的 英超联赛全国性广播转播权 将提供全方位的现场解说服务 BBC将转播周六下午3点、周日下午2点和周日下午4点30分的部分比赛 而Talk SPORT则获得周六中午12点30分 周五、周一晚上7、30至8点以及部分中场比赛的转播权 这将为英超球迷提供更加丰富的收听选择 3.曼城U23球员赫斯基在对阵诺维奇的U23联赛中演绎了一场精彩的22分钟 帽子戏法,帮助球队5比0大胜 这位16岁的小将展现出了出色的进攻能力和临场发挥 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注入了信心 与此同时,水晶宫U23也在联赛中大胜热刺U23 乌木鲁没开二度 其中一球更是在下半场开场后不到一分钟就打进 体现了球队的整体实力 总的来说,本期简报聚焦了英超联赛中的三个热点话题 曼联中场球员菲尔南德斯的出色表现 英超联赛转播权的最新分配情况 以及年轻球员在U23联赛中的精彩发挥 这些信息全面概括了本期英超联赛的重要动态 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 2024年11月6日简报 本期简报聚焦一甲联赛第11轮的精彩表现 阿特兰大队在客场3比0大胜领投扬纳布勒斯 成为本轮最大赢家 尼日利亚球星阿德莫拉、卢克曼、梅开二度 成为本轮最佳球员 他的队友伊萨克、西恩和维罗纳前锋卡斯珀 腾斯特德也有出色发挥 分裂二三位 在其他比赛中 裹脚球员马特奥、雷特吉和莫伊赛 凯恩为阿特兰大和弗洛伦萨进球 同样表现出色 米兰队的胜利靠着门将麦克、梅尼昂的神勇表现和地亚尼、雷因德斯的制胜进球 此外 据报道 热次正在考虑在一月转会窗引进一名中场球员 其中包括米兰球星雷因德斯 不过转会可能性不大 总的来说 本轮一甲联赛精彩分成 多支球队的新员和年轻球员都有出色表现 为联赛增添了不少看点 2024年11月6日西甲联赛简报 本周末 西甲联赛在西班牙东部 遭受严重洪灾的背景下进行 洪水造成至少211人死亡 给瓦伦西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灾难 尽管瓦伦西亚与皇家马德里的比赛 以及维拉利尔与拉约瓦利卡诺的比赛被推迟 但其他联赛比赛仍如期进行 这引发了球员、教练和球迷的广泛批评 阿拉维斯主帅路易斯·加西亚表示 无论从哪方面看 现在进行比赛都是毫无意义的 赫塔菲主帅何赛 博尔达拉斯也表示 这些都是艰难的日子 我们仍然震惊不已 我们应该取消这轮比赛 巴塞罗纳主帅汉斯·弗利克承认 如果由他来决定 可能会取消所有比赛 皇家社会主帅伊玛诺尔 阿尔瓜西尔也表示 即使没有可以补赛的日期 这轮比赛也不应该进行 西甲联赛主席哈维尔特贝斯便称 继续进行比赛可以提高知名度和筹集资金 但许多人认为 这只是足球界的自负和贪婪在作祟 尽管在这种悲伤的环境下 比赛仍然精彩分成 但整体气氛并不轻松 球员们也受到了洪灾的影响 有的球员甚至无法出场 比如巴塞罗纳的费兰 托雷斯和莱万特的胡利安 卡莱罗就表示 他们无法集中精力比赛 在各场比赛前 球员们都默哀并表达了 对受灾地区的支持 球员们还纷纷在球衣上写下支持语句 呼吁球迷们捐款援助 这场景在全西班牙各地重复上演 足球界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的来说 这个周末的西甲联赛充满了矛盾情绪 球员、教练和球迷都认为 在如此悲惨的灾难面前 继续进行比赛是不合适的 但联赛方面仍然坚持比赛如期进行 这引发了广泛批评 足球界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也不可否认 足球的自负和贪婪 有时会压过其他考量 2024年11月6日简报 皇家马德里队 本次简报综合了多篇 关于皇家马德里队的最新报道 为您概括了以下几个关键信息点 一欧冠赛事 黄马将在11月5日主场迎战 AC米兰 这是欧冠小组赛第四轮的一场重要交锋 黄马目前击6分排名第12位 AC米兰击1分排名第25位 2.阵容情况 黄马主教练安切洛蒂 公布了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包括贝尔林汉 瓦尔维德等主力在列 并且后防线上的鲁迪格和米利堂 也已经恢复健康 3.比赛转播 这场欧冠大战将通过Fubo TV Direct TV Stream Paramount加等多家流媒体平台进行直播 为球迷提供多种观看选择 4.教练反馈 安切洛蒂表示 在瓦伦西亚遭受严重洪灾的情况下 足球比赛应该被推迟 因为足球只是最不重要的重要事情 他认为 在人民遭受如此巨大灾难时 足球俱乐部和教练的意见应该得到重视 总的来说 本次简报全面概括了黄加马德里队的最新动态 既关注了即将到来的欧冠大战 又关注了球队和教练在面临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态度 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丰富的球队画像 曼城队简报 2024年11月6日 关键信息点 1.曼城近期状态不佳 连续两场比赛遭遇失利 在英超联赛中暂时落后利物浦2分 2.曼城将在欧冠小组赛中客场挑战葡萄牙体育 这支球队正处于强势状态 并且即将失去主帅阿莫林 他将接任曼联 3.曼城伤病情况严重 多名主力球员无法出战 包括主力后卫迪亚斯和斯通斯 4.葡萄牙体育的前锋及奥克雷斯状态火热 已经在本赛季打进20球 被曼城盯上作为未来可能的引员目标 总结 曼城近期状态低迷 连续两场比赛遭遇失利 在英超联赛中暂时落后利物浦2分 他们将在欧冠小组赛中客场挑战葡萄牙体育 这支球队正处于强势状态 并且即将失去主帅阿莫林 曼城伤病情况严重 多名主力球员无法出战 葡萄牙体育的前锋及奥克雷斯状态火热 已经在本赛季打进20球 被曼城盯上作为未来可能的引员目标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焦点战 曼城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取得胜利 2024年11月6日简报 国际米兰队备战欧冠对阵阿森纳 1.国际米兰主帅高度评价阿森纳 国际米兰主帅西蒙尼 因扎吉在赛前接受采访时 高度赞扬了阿森纳 称其是欧洲顶级球队之一 他表示 阿森纳在进攻和防守两端都表现出色 是一支技术出色 速度快的球队 国米必须发挥出最佳状态才能取胜 2.双方近期表现 国际米兰近期在欧冠赛场上表现出色 三场小组赛保持全胜 且未丢一球 是欧冠仅有的五支位失球的球队之一 而阿森纳也在欧冠中保持不败 取得了7分的不错成绩 不过 阿森纳最近在英超联赛中遭遇了一些挫折 近五场联赛仅取得一胜 3.伤病情况 阿森纳方面 队长奥德加尔德终于恢复训练 有望出战这场关键战役 不过 德克兰 赖斯 因伤未能随队前往 国际米兰方面 后卫巴斯通尼 在上轮联赛中因肌肉酸痛被换下 但预计能够出战 4.历史交锋 国际米兰和阿森纳 在2003年4月赛季的欧冠小组赛中 曾交手过 双方各取得一胜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阿森纳在客场5比1大胜国米的比赛中 亨利有出色表现 综上所述 这场欧冠交点战双方实力相当 国米防守出色 阿森纳进攻凌厉 预计将是一场精彩的较量 关键在于 国米能否再次保持自己的防线 而阿森纳能否利用奥德加尔德的回归打破僵局 这场比赛将成为双方本赛季欧冠征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2024年11月6日简报 AC米兰迎战皇家马德里 文章综述 本次欧冠小组赛第四轮 历史上最成功的两支球队皇家马德里和AC米兰将再次交锋 双方此前在欧冠赛场上有着丰富的交锋历史 这场比赛无疑是本轮交点战 皇家马德里近期状态起伏 在欧冠小组赛中表现不太稳定 但仍拥有强大的阵容和个人实力 他们在上轮大胜多特蒙德 但随后在国内联赛中遭遇了4比0惨败于巴萨的耻辱结果 而AC米兰则在欧冠首战中遭遇失利 不过在上轮主场3比1战胜布鲁日后终于收获了首场胜利 他们在一甲联赛中也保持良好状态 最近一场1比0小胜猛渣 本场比赛的关键在于黄马能否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控制住比赛节奏 而AC米兰则需要发挥出色的防守组织和快速反击能力 争取在伯纳乌球场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经典之战无疑将是本轮欧冠交点 值得球迷们期待 简报 Bion Munich vs FC Street Poly 2024年11月9日 德甲联赛第12轮 拜仁慕尼黑将在主场迎战胜保利 拜仁慕尼黑上轮3比0战胜了联盟柏林 取得三连胜 德国国角哈里 凯恩在那场比赛中贡献了两个进球 拜仁慕尼黑目前是德甲第二防守最好的球队 仅丢7球 而胜保利上轮2比0克胜霍芬海姆 取得两连胜 安德烈亚斯 阿尔伯斯和奥拉达波 阿弗拉延各有一球入仗 不过 胜保利是德甲进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仅有7个进球 本场比赛 拜仁慕尼黑作为主场作战的强势球队 凭借出色的进攻和防守实力 有望取得胜利 不过胜保利近期状态也不错 有望给拜仁慕尼黑带来一定挑战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拜仁慕尼黑有望凭借自身的优势 以3比1的比分战胜胜保利 2024年11月6日简报 切尔西球队动态 一19岁的荷兰中场球员Week Captain表示 他在切尔西适应得很好 这个俱乐部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他在2023年夏季转会窗加盟篮军 但上赛季被租借回前东家FC20 这个赛季才正是在英超女足联赛首次亮相 2.Catian说 切尔西是一个美好的俱乐部 它有一套很不错的公寓 虽然稍微有点远离伦敦市中心 因为它还不太适应伦敦的繁忙 他很高兴能为切尔西效力 这是一种荣誉 3.这位17岁就代表荷兰 参加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中场球员 在上轮5比0大胜埃福顿的比赛中打尽了自己的手球 不过他表示 作为一名19岁的球员 他知道自己需要耐心等待机会 因为切尔西阵中有很多世界级球星 他正在向他们学习 四令一支英超竞旅阿森纳 中场核心德克兰 赖斯正在与时间赛跑 希望能在本周日的切尔西大战中出场 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表示 赖斯最近受伤 目前状态不佳 需要评估他的情况 5.不过阿尔特塔也透露 队长奥德加德 有望在欧冠对阵国米的比赛中复出 这对阿森纳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 阿尔特塔还称 萨凯已经被任命为本场欧冠的队长 这反映出他在球队中的领导地位 总的来说 切尔西年轻球员 Week Captain在俱乐部适应良好 正在向队内明星球员学习 希望能尽快为球队出力 而阿森纳方面 赖斯的伤病情况备受关注 奥德加德的付出 无疑会为球队带来提振 两支顶级球队的动态都值得关注 2024年11月6日简报 本菲卡队 文章概要 伊曼联即将任命37岁的本菲卡主教练鲁本 阿莫林为新任主帅 阿莫林曾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与曼联有过交集 既是对手也是队友 二阿莫林在2011年和2012年的欧冠小组赛中 曾两次与曼联交手 并在2014年欧联杯淘汰赛中 帮助本菲卡淘汰了热刺 他还与曼联球星内玛尼亚 马蒂奇和安赫尔 迪玛利亚一起效力过 三作为一名多功能型中场或右后卫 阿莫林在2017年因膝伤而不得不提前退役 不过 他在葡萄牙国家队也曾与斯伊罗和纳尼一起并肩作战过 四在执教生涯方面 阿莫林执教斯波丁后 于2022年接任本菲卡 并在欧冠小组赛中率队击败了本菲卡 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的执教才能 有望成为曼联新帅 五与此同时 本菲卡在欧冠小组赛中的表现也值得关注 他们在前三轮小组赛中 先是惨遭4比0大败于勒沃库森 随后在客场先后战胜了吉罗那 和费耶诺德 本菲卡目前在36支球队中排名第16位 距离前8名仅差一分 有望在新的欧冠赛制下挺进淘汰赛 总的来说 本篇文章聚焦于即将接任曼联主帅的本菲卡主帅 卢本阿莫林 以及本菲卡在本赛季欧冠小组赛的表现 文章全面概括了阿莫林的职业历程 尤其是与曼联的渊源 同时也对本菲卡在欧冠的战绩进行了分析 整篇文章信息丰富 条理清晰 突出了最有价值的信息点 达到了简洁而又全面的效果 纳波利队的崛起与挑战 2024年11月6日 摘要 纳波利队在新赛季初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以出色的战绩领跑一甲联赛 然而 球队在上个赛季的糟糕表现仍然是一大隐患 新任主帅安东尼奥 孔蒂也面临着重建球队的巨大挑战 关键信息点 1. 纳波利队在新赛季初取得了出色的战绩 以4分的优势领跑联赛 但上个赛季的糟糕表现仅排名第10位仍然是一大隐患 2. 新任主帅孔蒂承认 球队需要大量工作来实现夺冠目标 不能仅仅依靠祈祷 他表示必须从上到下全力以赴 才能创造奇迹般的成绩 3. 本轮对阵亚特兰大 这支在欧联杯夺冠的强队 无疑是一大挑战 孔蒂高度评价了对手及其主帅加斯佩里尼的出色工作 总结 纳波利队在新赛季初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但上个赛季的糟糕表现仍然是一大隐患 新任主帅孔蒂面临着重建球队的巨大挑战 他强调必须全力以赴 而不能仅仅依靠祈祷 本轮对阵实力强劲的亚特兰大也将是一大考验 总的来说 纳波利队需要持续努力 才能在本赛季实现夺冠目标 2024年11月6日 多特蒙德对阵斯图尔姆格拉茨的欧冠之战 关键信息点总结 1.多特蒙德是本场比赛的热门球队 有望击败斯图尔姆格拉茨 2.多特蒙德近期在德甲和欧冠表现不佳 主教练努力 萨辛面临压力 但他们在上轮德甲主场2比1战胜来比西红牛 扭转了颓势 3.多特蒙德在欧冠小组赛中成绩不错 虽然上轮5比2不敌黄马 但此前曾3比0战胜布鲁日和7比1大胜凯尔特人 他们仍有望直接晋级欧冠16强 4.斯图尔姆格拉茨是小组赛四支未能获胜的球队之一 这无疑是多特蒙德的一次必须赢球的机会 5.多特蒙德进攻强大 但防守存在漏洞 预计本场会有进球潮 建议关注多特蒙德获胜且总进球超3.5球 双方都有进球等赔率较高的投注选项 总的来说 这场欧冠小组赛是多特蒙德一次不容错过的机会 他们有望凭借主场优势和近期的士气回升 以进攻为主的打法 击败实力较弱的斯图尔姆格拉茨 为晋级16强铺平道路 利物普队简报 2024年11月6日 摘要 利物普本赛季表现出色 但首半场表现仍是一大隐忧 在与败人利物普的欧冠交锋中 利物普前半场显得过于谨慎 未能发挥应有的进攻气势 不过 下半场利物普加快了节奏 最终凭借迪亚斯的帽子戏法 取得了3比0的胜利 尽管利物普在英超联赛中暂时领先 但他们在欧冠赛场上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败人利物普作为得甲冠军 也在欧冠小组赛中保持了不败战绩 两支球队实力相当 本场比赛将是一场精彩的交锋 利物普目前伤病情况也不容乐观 埃利森 埃利奥特等主力球员均因伤缺阵 不过 斯洛特仍有信心带领球队在欧冠赛场上取得佳绩 总的来说 利物普在本赛季初表现出色 但在欧冠赛场上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在首半场的表现上 败人利物普无疑是一支强劲的对手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精彩的较量 简报 巴黎圣热尔曼球队近期动态 1.同城速敌马赛的经典之战 巴黎圣热尔曼近期在联赛中取得了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在上周末与同城速敌马赛的经典之战中 他们以3比0大胜对手 这是巴黎圣热尔曼在客场对阵马赛的联赛中 首次半场就领先三球 这场比赛也是巴黎圣热尔曼近12次客场对阵马赛 保持不败的延续 2.主场遭遇部分观众席封闭处罚 尽管球队在联赛中表现出色 但巴黎圣热尔曼仍然面临一些纪律问题 职业足球联盟LFP对球队在10月20日与斯特拉斯堡比赛中发生的同性恋歧视呼喊行为 进行了调查 并判决球队在11月22日对阵图卢兹的联赛中将被迫关闭球场的一个区域 这是球队既去年在对阵马赛的比赛中出现同类问题后再次受到此类处罚 3.球队整体表现 在联赛中巴黎圣热尔曼目前以23分领先于摩纳哥3分 保持着联赛不败的记录 他们在主场的表现尤其出色 在4场联赛主场比赛中球队攻入16球 但防守端仍有待提高 只保持了一次clean sheet 总的来说巴黎圣热尔曼在联赛中保持了出色的表现 但在球迷行为管控方面仍需进一步改善 球队将在11月2日主场迎战篮斯 希望能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2024年11月6日简报 热次队前景展望 热次队近期表现亮眼 在曼城身上取得重要胜利 晋级卡拉宝贝四强与曼联一决高下 这支球队在安格·波斯特科格鲁的带领下 正朝着终结自2008年以来的冠军荒的目标稳步前进 值得关注的是 热次目前在英超联赛中是最高进球球队 这对孟之队经理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中场三将布伦南 约翰逊 詹姆斯 马丁内斯和德扬 库卢塞夫斯基均位列前15名 其中马丁内斯和库卢塞夫斯基 更是热次队中最出色的进攻选择 不过 马丁内斯的出场时间有所下降 这可能会影响他的积分表现 相比之下 库卢塞夫斯基作为一名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凭借出色的创造力和助攻能力 成为孟之队经理的不二之选 此外 据报道 热次正在寻求外部投资 俱乐部大股东 EMIC正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接触 阿曼达斯塔维利曾主导过 努卡索联赛的沙特收购案 也被传有意收购热次的少数股权 如果这一交易最终达成 将是英超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笔交易之一 总的来说 热次目前状态良好 进攻火力强劲 加上可能引入新的投资者 未来可期 孟之队经理们不妨密切关注这支球队的动向 适当布局其中的优质资产 2024年11月6日简报 波尔图队展望 本次简报将概括性地介绍 波尔图队最近在葡萄牙联赛和其他赛事中的表现 以及即将到来的对阵艾斯托里尔普赖亚的联赛比赛 一波尔图队近期状态出色 波尔图队在联赛中排名第二 即24分 距离领头的斯波丁只落后6分 球队最近6场联赛全胜 在主场更是连续6场不败 进攻和防守表现都很出色 进球23个 仅是4球 上轮联赛他们5比0大胜AVS 上半场就领先4球 新任主帅维托尔 布鲁诺自6月上任以来带领球队状态出色 二艾斯托里尔普赖亚状况一般 艾斯托里尔普赖亚目前排名联赛第11位 积9分 球队最近12场联赛只取得2胜 其余欺负3平的成绩不佳 不过上轮联赛他们4比1击败了阿罗卡 展现了一定的进攻实力 三预测和分析 基于波尔图近期出色的表现和主场优势 他们有望在本场比赛中轻取3分 艾斯托里尔普赖亚客场战绩糟糕 很难对波尔图构成威胁 预计波尔图将以4比0的比分取胜 总的来说波尔图队状态出色 有望在本场比赛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艾斯托里尔普赖亚虽有一定进攻能力 但客场作战实力不足 很难阻挡波尔图的攻势 这场比赛波尔图有望轻松取胜 2024年11月6日 而必来比锡队简报 文章摘要 1.凯尔特人在欧冠小组赛中 以3比1战胜了得甲竞旅 而必来比锡 这是凯尔特人在欧冠联赛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2.凯尔特人年轻球员库恩表现出色 打入两球 成为本场比赛的明星 他在清训时期就有出色表现 此次在欧冠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3.尽管而必来比锡早先取得领先 但凯尔特人很快颁平比分 并在下半场再次取得进球 最终以3比1战胜对手 这是凯尔特人主帅罗杰斯 在两次执教凯尔特人期间 最重要的欧冠胜利之一 四本场比赛中 凯尔特人展现出了很强的反击能力 和顽强的斗志 在落后后迅速颁平比分 并在下半场再次取得领先 这充分体现了球队的战术灵活性 和球员的出色发挥 5.对于RB来比锡来说 这是一场痛苦的失利 尽管他们在欧冠小组赛中 遭遇了三连败 但表现并不差 这场比赛也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他们需要尽快从这场失利中恢复过来 争取在下轮比赛中取得胜利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展现了凯尔特人在欧冠联赛中的实力 特别是年轻球员库恩的出色表现 这无疑为凯尔特人在欧冠小组赛中的晋级增添了信心 而对于RB来比锡来说 这场失利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他们需要尽快调整状态 争取在下轮比赛中扭转颓势 俱乐部布鲁日队简报 俱乐部布鲁日队正面临着艰难的欧冠之旅 作为比利时冠军 他们在欧冠小组赛中只取得了一胜二负的成绩 目前排名小组第三 本轮他们将主场迎战英超竞旅阿斯顿维拉 阿斯顿维拉在欧冠开局三连胜 暂时领跑小组 是本赛季欧冠最大黑马之一 俱乐部布鲁日队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近期联赛表现不佳 与领头羊跟客的积分差距已扩大到7分 二 在欧冠小组赛中 他们先后0比3负于多特蒙德 1比3负于AC米兰 仅在第三轮1比0战胜了斯图尔姆格拉茨 三防守端漏洞频出 六个进球已经显示了他们的防守问题 四关键中场球员奥尼迪凯因红牌停赛 无法出战 相比之下 阿斯顿维拉状态正假 他们在欧冠小组赛中取得三连胜 攻击端发挥出色 防守端也一直保持着灵失球的记录 尽管近期在英超连赛中有所下滑 但他们在欧冠赛场上的表现依然出色 前锋杜兰状态火热 中场双合提耶勒曼斯和奥南也发挥稳定 综合来看阿斯顿维拉更有可能在这场比赛中取胜 俱乐部布鲁日队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在主场阻止对手的脚步 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是关键之战 谁能把握住机会 谁就有望晋级出现 2024年11月6日 Antret Frankfurt球队简报 一德国杯次轮对阵 法兰克福VS门星格拉德巴赫 两队上月在联赛中交手 法兰克福2比0获胜 法兰克福上轮联赛1比1战平柏林联盟 希望能重演上次胜利 2 球队阵容情况 法兰克福右后卫克里斯腾森受伤 可能由图塔 特亚特或柯林斯顶替 门星格拉德巴赫中卫埃尔维迪有望付出 但可能只能做替补 门星还有2-3名球员有轻伤 可能影响首发阵容 3 预测首发阵容 法兰克福4222 特拉普 图塔 科赫 特亚特 迪纳 埃比姆贝 主场作战优势明显 门星虽然上次联赛输给法兰克福 但仍有信心取胜 双方实力相当 预计将是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